我姓张,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分享我这次上完课程的一些心得 那当初我会参加这个课程,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跟朋友沟通都还很OK 就是对自己的家人、长辈、老婆或者小孩 在沟通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的三不五十的火旗就上来了 所以在沟通就破局,然后亲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 再加上凯宇老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让我值得信任的一个朋友 于是我就决定来参加这堂课程 我要让自己在沟通这方面,对家人沟通这方面有所成长有所改变 那这个课程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不像一般外面的课程会让你说 你遇到A情形,然后用A方法,B情形用B方法 它会针对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形,不同的优点 它会让我们自己脑力激浪,想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改变 那第二个非常棒的一点就是 六周的课程,在每一周会来这边教室上课 之后到下一次上课之间的每一天 它会给我们一些作业 让我们去在这六周四十二天当中 把一些很好的习惯,无形的当中就可以养成了 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之前跟家人沟通方面 可能三不五十 冲突发生之后 我就会不了了事,不管它 结果问题就一直存在 那我现在课程上完,并且有这些良好习惯 当有冲突,万一真的有冲突 那我会在事后比较平静 比较平静之后 可能跟老婆或跟小孩再去讲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结果得到的都是很正面的 反而在那之后 以前不敢做不敢说的情形 跟他讲之后 没想到老婆小孩的反应都会非常的好 这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 因为以前冲突之后 如果想要再跟他们沟通的话 就会怕他们还是会同样的情形 会再冲突再上演一次 但是当我们心情整个荡下来 平静下来之后 再好好的跟他们说 他们回馈真的非常好 那是我之前不敢去做的 那我现在敢去做 所以这个改变 是我觉得我在这场课程 这整个课程下来之后 改变最大一点 这个会令我非常感动 那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我认识或我不认识的朋友 想要在沟通这方面 想要有所成长 有所改变的话 我非常建议各位来参加这个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